嗨,大家好,我是原演姐 今天我要继续教大家怎么样面试 在非你莫属的舞台上 有很多很多小伙伴之所以求知失败的原因是因为 他根本就不知道在面试当中 面试官到底要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得不停地在台上去 隐晦地提醒他说 你要记住,你今天来到这个舞台上是来找工作的 所以你必须去考虑 就是你什么样的一个形象 说什么样的话,做什么样的事情 对你找工作是有帮助的 与之相反的,你通通都不要做 比如说有些选手到台上之后 穿一个旗袍去展示自己对旗袍的热爱 我觉得这个对工作 其实帮助并不大 因为你整个面试环节的时间 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怎么在 有限的时间之内,然后找到一个 能够证明你能力的最好方法 这才是你需要考虑的 面试官他不会随便跟你聊 他问你的每个问题 其实都是精心设计的,他会在 10到15分钟之内去决定你的去留 以及是否晋升 那这样去想想有些选手的做法就显得很蠢 比如说他们在台上去展示自己特别热爱生活的一面 还有一个女孩子说自己喜欢烤小饼干呀 就是希望工作之余一定要有自己的生活呀等等 不是说这样是错的 而是这些信息根本就不是面试官想要的 他们想要的是什么 三点,第一你的能力怎么样 第二你的态度怎么样 第三你跟别人打交道方面怎么样 就这三个问题 那这三个问题下面延伸大概七种类型的问题 我们来一一看一下 第一种叫自我认知问题 我们先从自我认知开始 这个主要包括自我介绍和优缺点 以及兴趣爱好等等 首先是自我介绍 其实在自我介绍之前 面试官一般都看过你的简历了 他对你的简单情况已经有了解了 所以这个阶段的主要作用就是破冰 一般情况下 我跟这个面试人坐下来的时候 稍微有点尴尬 然后我就会看着他的简历跟他说 你先来自我介绍一下吧 简单的 所以这个时间一定不能太长 控制在一分半到一分五十秒之间 千万千万不要超过两分钟 大概是五百次上下就可以 结构大概是怎么样的呢 先说我是谁 再加我的三个亮点 再加粒子佐证亮点 再加我为什么想得到这份工作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你的自我介绍的组成部分 那有些候选人呢 特别喜欢把他简历上的信息再念一遍 说我是谁谁谁 我的籍贯是什么 我的大学是什么 那其实这个自我介绍就 是重复的 几乎不会提供什么有效的信息了 所以大家 一定要抓住这个个人亮点这块 去突出自己跟这个岗位的匹配度 并且配有例子去佐证 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回到上一节 我们跟大家说过 让大家去做那个岗位的匹配分析表 对吧 然后根据那个表里的要求 来组织自我介绍就可以 还记得吗 如果想突出自己擅长运营 应该怎么说 还重点说说自己当时做了什么 以及用户的活跃度提高了几倍 对吧 如果说想突出自己有毅力的性格 就可以举一下自己跑马拉松的例子等等 但是注意不要把例子说的太长 最好是用第一第二第三 这种有层资感的表述方式 最多不要超过三点 在例子里面 加入面试官感兴趣的数据 埋下伏笔 那么面试官很有可能去就这个数据去问你 这样就可以为后面去做铺垫 最后一点就是 为什么想要这份工作 可以从匹配度 还有你对这个公司的喜欢来给出理由 但是在表达对公司的喜欢的时候呢 不要简单的说 我喜欢这个公司 我很爱这家公司 这样显得特别假 甚至有点谄媚 所以最好是有具体的理由可以支撑的 比如说 我应聘的是联合丽华 我可以说 我每天都会泡 就是咱们家的茶 对吧 不管是红茶绿茶还是茉莉花 都很符合我的口味 这样的话呢 就会显得比较真诚 这是我们说自我介绍 然后第二 就是怎么去介绍自己的优缺点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跟缺点 所以在面试之前 你应该先分析一下 这个岗位的需求 跟自己的优缺点是什么样的 列出自己三到五个优缺点 然后列举这个目标岗位 它所需要的优点是什么 它忌惮的缺点是什么 然后按照这样的原则去分类 大家看这个表 所以谈优点的时候呢 一定要去找一个跟职位匹配的 比如说对于新媒体运营这种 需要跟人打交道的工作 就可以突出自己的沟通能力 举一个自己上大学 或者是在上一份工作当中的例子 那我为什么说 就是非你莫属上很多人 他们根本就搞不清楚 面试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因为他们给出的优点 跟工作根本就不匹配 你特别热爱生活 说实话 在现在的中国的许多互联网公司 对吧 热爱生活必须要有自己的时间 是对于求职的一个减分点 说白了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优点呢 就不加分 大家一定要做好 就是优点跟职位的匹配 那当HR问你缺点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自作聪明的 把自己的优点包装成缺点 然后比如说 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 就是过于追求完美 这种答案呢 就让人感觉很假 你知道吧 我还在舞台上曾经见过一个选手说 我这个人最大的缺点就是认真 你这种话说不说有什么区别呢 所以说不要就是自作聪明的去抖这种机灵 也不要太实诚的把自己的缺点全部讲出来 你要看一下哪些缺点对这个岗位是有影响的 那哪些缺点对这个岗位是没有影响的 比如说程序员是不是一定要特别爱社交 其实不是对吧 那么不爱社交 不够开朗 这个点可能对很多工作来说是缺点 但是对于程序员的应聘来说 影响不是特别大 所以这个缺点说出来 既可以显得你比较真诚 然后也不会影响到你找工作 这是我们说自己缺点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千万不要去说一些对岗位有影响的缺点 第二呢 就是最好你的缺点是有改进空间的 那什么是有改进空间的缺点呢 比如说我的缺点是 我刚进入这个领域 可能没有那些工作了好几年的人更懂 那这种缺点就是可以改的 就是可以去学的 所以你的这个缺点到底是短暂的 还是永恒的 然后就会影响到这个HR的判断 以上呢 就是我们说怎么去描述自己的缺点 那有的时候呢 HR他不会问你的优点和缺点 他会让你说一下 你做过的最成功或最骄傲的事情 这种问题呢 应该首先去选取跟目标职位相关的经历 按照STAR法则 从任务产生的背景 你的工作任务 你做了什么 以及取得了什么结果 这四个方面去组织描述 让面试官相信你能够胜任这个职位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通过背景的铺垫 突出任务的间距 跟你在其中的努力特别重要 其实这种提醒 就像是让你去讲一个故事一样 那么对于一个故事来说 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冲突 对吧 冲突才能让你的故事精彩 所以你要讲清楚 你当时遇到的困难 矛盾跟冲突是什么 如果找不到相关的经历 也没有关系 其实面试官想知道 你是怎么战胜困难的 在困难面前 你是怎么应对的 所以说你提前准备一个经历 然后即便跟你的职位 相关性不大 但它只要是一个 克服困难的经历 基本上还是比较适合的 只要这个故事 能让人看到 你在其中的表现出来的 一个过硬的心理素质 跟处理问题的思路和方法 就可以 重点是看到你的心理素质 跟处理问题的方法 好 我强调到位了 所以这是让你说一下 你做过的最成功 或最骄傲的一件事 最后呢 怎么去谈自己的兴趣爱好 还是那句老生常谈的话 就是你的兴趣爱好 跟岗位的特质 一定要匹配 应聘编辑的同学 应该说什么 自己喜欢阅读 对吧 应聘剪辑的同学 应该说什么 说自己喜欢电影 所以你千万不要 就是去一个 996的互联网公司 然后说自己喜欢做饭 说自己喜欢 就是这个每天晚上 在家里喝一杯红酒 什么的 这些通通都是 不匹配的爱好 这是我们跟大家说 在这个面试过程当中的 第一类问题 叫自我认知问题 说了怎么去做自我介绍 怎么说自己的优缺点 怎么去说一件 自己做过的 最成功或最骄傲的事 以及怎么说 自己的兴趣爱好 那第二类问题呢 叫做实践应用能力问题 实践应用跟通用思维 这两个维度的考察 是可以相互弥补的 换句话说 工作经验不够的 可以用你的学习能力来弥补 那学习能力 系统思维比较差的同学 可以用行业经验 跟项目经验来弥补 最近我在跟很多老板 去探讨这个招聘的问题 他们说 其实啊 就是他们更喜欢用那些 经验不够 但是思维比较清楚 然后有系统思维 学习能力比较强的 新人 他说这样的人 稍微一培养 能力就很好 所以你不要说 我没有工作经验 就是我的短板 当然如果你底层的能力 比较差的话呢 就尽量的去多谈 自己的行业经验 也是可以来弥补的 那这个模块下 相关的常见问题 大概有这些 就第一种叫专业知识考察 对于这类问题呢 可以用自己接受过的培训 获得的证书来证明 就是我这个人是很专业的 对吧 也有一些面试官 会考察近期的行业热点 所以在面试之前呢 去看一看自己的行业 到底都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也是很有必要的 还有第二类问题 就是问你过往的 一个工作情况 然后包括已经工作了的人 他会有工作的业绩 没有工作经验的人 他会有实习的经验 或者说在学校里面的 这个社团经验 在任何一个企业 老板都是目标导向型的 所以需要你具备 超强的执行能力 甚至有的情况下 还需要你去表现 良好的统筹规划能力 所以在描述过往业绩 或社团经验的时候 要记住几个点 首先 老生常态的那句话是什么 挑跟岗位相关的经历 对吧 第二 先说成果或结果 第三 尽量使用数据去描述成果 第四 利用STAR原则去描述 这个项目就可以了 这是第二类问题 叫实践应用类问题 还有第三类问题 叫通用思维类问题 这个方面可以考察的维度 有很多 包括你的领导能力 创新能力 系统思维能力 抗压能力等等 那在整理这个问题的重点之前 应该先阅读岗位要求 圈出重点的通用能力 你大概可能会遇到 这样的问题 第一类问题 结合实时热点 去问你对当下的看法 比如说 你觉得人工智能 对各行割业会有什么影响 你对刘强东跟奶茶的事件 是怎么看的 这种问题呢 就能看出你这个人的价值观 和你思考问题的角度 这种问题 你在平时的时候 要注意积累 否则的话 在面试环节 你很难脱口而出 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 平时的时候呢 多关注一些 比较出名的网站 比如说36克 虎秀 今日头条 还有新浪财经等等 不要天天的 光关注 idol的这个微博 对吧 不要只追星 不要天天光看一些娱乐性的电视剧 还是应该多关注一些 这个时事信息的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类问题 还有第二类问题呢 就是让你对这个能力 去举一个相关的例子 比如说能不能举一个 体现你领导能力的例子 能不能举一个 体现你创新能力的例子 一般而言啊 面试官考察的通用能力 是这个岗位需要用到的 或者说这个岗位 十分重视的能力 所以在面试前 可以按照这几个方向 去准备两到三个例子 在例子当中呢 顺便去带出自己其他的优点 还有第三类问题 就是一些有压力的问题 比如说面试官会说 你的性格好像不太适合这个岗位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 不要一上来就告诉面试官说 你错了 你不了解我 而是顺着这个面试官的话 往下走一推为进 比如说如果你的性格 比较内向的话 确实看起来不适合这个岗位 对吧 没什么好否定的 你在回答的时候 应该这么去组织自己的语言 说是的 我这个人比较内向 所以在与人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可能没有那些外向的人 看上去那么活泼 但是正是因为我的性格 所以我不会主导整个谈话 我更擅长倾听 而我认为在销售的过程当中 学会倾听客户 发现客户真正的需求 才是销售的重点 这就是你对这个问题的 一个很好的回答 这个回答就可以看出 你身上的一些通用的能力 就是你的抗压能力是很好的 而且你的思维能力也不错 这种回答就很加分 这是我们说的第三类问题 叫通用思维类问题 还有第四类问题呢 叫职场情商题 这个就是考你的 这个与人交往的能力了 我们在菲尼莫署上 一个非常著名的环节 就叫做情商考察 通过这个问题呢 就可以看出 有些人的情商方面 确实有问题 那么你在将来跟同事 去协调工作的时候 肯定也会出问题 所以情商方面 如果表现的太差的话 也会被pass的 一般情况下 会出现什么样的职场情商题呢 第一种 如果你的想法 跟老板的想法不一样 而且你肯定 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你会怎么办 对于这个问题呢 我在菲尼莫署上 没有见过太好的答案 其实最好的答法是 不要就是跟面试官一句 一句的去描述 你到时候会说什么 我会说老板 我觉得呢 就是你这个方案呢 其实不太好 就是如果你这样 一句一句的说的话 就很容易被人挑出毛病 那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你去总结一下 你谈话的思路 对吧 你可以先这样讲 你可以先说 你对这个问题的理解 然后比如说 没有一个老板 喜欢下属 去公开的 明确的违背自己 所以呢 我不会当面的 去否定老板的想法 而是会在适当的时候 去跟老板沟通 那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呢 我先去肯定老板 他的某一部分想法 是对的 某一部分想法 我认为特别有道理 然后我委婉的 去提出自己的思路 并且呢 会指出我的思路的利弊 好这样的话呢 老板他就可以 更加理性的去判断 到底应该去采取 哪一种思路了 这样的话呢 他去改正自己方法的 可能性是最大的 你看这样一回答 就感觉 好像还挺完善的 所以这是一种 职场情商类 题目的答案 还有第二种题目叫做 如果你的大老板 跟小老板 意见不一样 你应该怎么办 如果你们的大领导 和你的直属上司 意见不一样 你应该怎么办 那很多人回答 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觉得 应该听大老板的呀 因为公司是大老板的嘛 所以不听大老板 肯定不对 但其实 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对吧 即便你认为 大老板是对的 你也不能直接 给出一个答案 就是应该听大老板的 因为一个公司 良好运作的前提是 上面的指令 能够被下面的人 完整的执行 所以你跳过小老板 去执行大老板的想法 那肯定就有问题了 那个问题不仅仅是 大小老板之间的 意见不统一 而是你跟小老板之间 也会出现矛盾的 所以说一旦 你给出这样的答案 HR他就会 默认为说 你这个人 其实不是特别听话 因为说服这个小老板 不是你的事情 而是大老板 他的这个责任 对吧 这是对这个问题的答案 还有第三类问题 就是描述一个例子 然后证明 你是怎么去说服别人的 这个问题呢 应该指出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你跟对方 有了不同的意见 那各自的事实依据是什么 你是如何理解 对方的立场的 以及怎么去说服 对方理解你的立场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还是要体现出 就是你对他人的体量 跟你以公司大局 为重的这么一个观念 就好了 所以以上呢 就是一些职场情商类的问题 然后接下来是下一类问题 叫职场价值观问题 第一种 你是怎么规划 你的职业路径的 对于这个问题 面试官是想知道 你的自我认知怎么样 你对职业的理解 跟你的职业价值观 是怎么样 有的同学一上来就会说 我想几年的时候升职主管 然后几年的时候当经理 其实这种回答是没有意义的 面试你的可能 就是你的主管跟经理 他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呢 他不会觉得 你这个人特别有充劲 对吧 因为你不是以事为主的 而是以职位 然后为你的这个职业动力的 那这种答案呢 就不是很讨喜 并且说 这种领导岗位 也不是说你想当就能当的 所以对于这个问题呢 你应该从自身的职业价值观 优势 还有结合公司的长远发展 来结合着说 大概可以这样回答 说谢谢您的问题 经过我对某某某行业 做的了解之后呢 我认为这个行业 在未来几年会有不错的发展 加上我个人在某方面 具备优势 所以对咱们这个岗位 很感兴趣 这是一个有前景的 可以把我的兴趣 跟我的优势 结合起来的工作 所以我会很用心的 去对待这个岗位 说到职业规划 可能近三到五年 我希望在这个行业 做到一个什么水平 然后稳步的去提升 持续的去学知识 然后后续可以在这个行业 或者是这个岗位上去独当一面 这个是我的一个规划 那谈到更远期的规划呢 我会根据环境 工作内容 还有我自己自身能力的变化 去判断应该怎么去做调整 所以对整个职业规划 我暂时是这么考虑的 这样的话呢 就会让这个面试官觉得 你这个人又谦虚 对吧 然后思考问题又全面 而且呢 对公司的忠诚度会比较高 因为如果你跟面试官讲 说三年之内你想当经理 除了很有可能会冒犯 这个面试官之外啊 还有一种就是不好的感受 就是那这个公司制度 未必能够满足你的愿望 因为在这个公司 可能是五年才生经理 所以他们就会觉得 你的稳定性不高 这就是我跟大家说 关于职业规划这种问题 应该怎么回答 结合自己的职业价值观 优势 还有结合公司的产业发展 来结合着说 还有第二种问题叫 为什么你会频繁跳槽 这也是职业价值观方面的问题 如果你有这个问题的话呢 首先要如实的去承认 自己过去的工作经历 不要说谎 因为公司会做被调 也就是背景调查 第二呢 就是向公司表明 你已经深刻的认识到了 频繁调整的坏处 并且自己也因此付出了 不小的代价 以后呢 肯定是想找一份长期的 踏踏实实的工作 最后你可以表明 在不断换工作的过程当中 自己学习到的东西 比如说了解了多个行业 然后呢 因此也更加确定了 自己这一次的职业选择 绝对是适合自己的 这是对频繁跳槽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一般看到简历上 频繁跳槽 我一定会问这个问题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我常问的 叫做为什么会从上一个公司离开 这也是在费你莫属上 出现概率很高的问题 所以你要去上那个节目 一定要提前准备好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去找工作 也要提前准备好这个问题 百分之 起码一半以上的概率 会问到这个问题吧 就是你为什么从上一份工作离职 对于这点 我们之前已经说过了 千万不要说前公司的坏话 对吧 不然给别人的印象很差 也不要说因为工资太低离开的 这个问题的重点在于 你离开是为了寻求 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 也不要说是为了寻求 更好的发展机会 因为面试官会觉得 哎呀 哪天你在我们这觉得 机会不够好了 是不是也说跳就跳 对吧 所以你要强调说 我离开原来的公司呢 是希望找个 更适合自己的发展机会 比如说在原来的公司 由于客观的原因 这个发展已经到达了瓶颈 希望在新的公司 可以进一步挑战自己等等 这是第三个问题 叫为什么从上一个公司离开 第四个问题呢 叫做怎么看待加班 首先要明确 任何一个公司 都有可能加班的 这个问题应该分从两方面去阐述 第一就是 如果问题在我自己 那么我应该去提高 自己的工作效率 跟专业技能 对吧 所以加班把这个事情做完 是肯定必要的 但更重要的是去思考一下 为什么自己会加班 对吧 加班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好事 而是自己某一个方面能力短缺的一个证明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 就是问题在我自己 第二种问题呢 就是公司遇到了紧急任务 必须要加班 那肯定是要以大局为重的 我会在这个过程当中 为公司创造更多的价值 这样一回答 这个问题就特别特别圆满 这是关于这个职业价值观的几个问题 包括就是怎么规划自己的职业 路径 第二为什么频繁跳槽 为什么从上个公司离开 怎么看待加班 还有最后一种问题 叫做应聘动机 就是会问你说 为什么选择我们公司 其实这个问题的前台词是 你对我们公司了解有多少 你为什么适合我们公司 你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 一定要去表现出 自己对这个公司的了解跟认同 在这之前呢 咱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对吧 要对这个公司的历史价值观 发展状况 主要产品都了解清楚 同时结合自己的优势 做阐述就可以了 比如说 我想到咱们公司工作 主要原因有三个 第一专业对口 对吧 第二咱们公司是跨国企业 国际业务比较多 可以充分的发挥我的拥有优势 好 第三咱们公司作为行业内的翘楚 我能够学到很多相关的知识 对吧 我自身的专业优势 也能给公司带来价值等等 这个问题就比较圆满了 好 第二种问题叫 为什么选这个岗位 对这个岗位的回答思路 跟上一个问题是很相似的 用自己的精力跟业绩来证明 就可以了 不要总是强调那些 秀无缥缈的未来潜力 我将来一定会努力的 对吧 我选的这个岗位是因为我特别喜欢它 面试官喜欢听的是 你的过去是如何反映你的能力的 而不是未来 你打算怎么做 比如说你应聘的是销售岗 你可以从你之前的业绩 或者是你实习期间 锻炼出来的能力来着手 你不要说 我选的这个岗位是因为 我觉得未来这个岗位有更好的发展 然后我觉得未来这个岗位一定很有前途 这个岗位有前途 这个岗位特别好 跟你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你要强调的是 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岗位 去强调你过去的业绩 对于你选择这个岗位的证明 这是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选这个岗位 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 你有没有应聘其他的公司 如果其他公司给了你offer 你会怎么选择 如果你说 我投了特别特别多 面试官会觉得什么 你没有重点 没有策略的在瞎投 会怀疑你对他们公司的忠诚度 如果你说 我就投了一两家 一般情况下 面试官不相信 对吧 最好就是表明 自己投的岗位 都是集中在某个行业 或某个方向内 是自己有明确选择的 让面试官知道 你对这个职业发展方向 是十分笃定的 比如说 我投机的公司 都集中在教育领域 因为我本身呢 就是学教育的 那我认为在这个行业呢 我能够发挥我的专业 另外一方面呢 我自身是非常喜欢教育的 所以我认为说 我进入教育行业 是最适合的 那咱们公司呢 属于这个行业当中的 很好的公司 第一提对 那我对公司的价值观 跟发展方向 有很认可 所以说 如果我投递的公司 都给了我offer的话呢 我会选择咱们公司 其实你不要上来就说 虽然拿了别的公司offer 但我一定会选择咱们公司的 不要直接说 要给出一个可信的理由 这就是对这种问题的答案 然后这就是 面试官会问你的问题 包括六种 第一种就是自我认知问题 第二种是 时间应用能力问题 第三种是 通用的思维和能力问题 第四种是职场行商 第五种是职业价值观 第六种呢 就是应聘动机 还有一类问题 不是面试官问你的 而是需要你去问面试官的 一般呢 在这个面试结束的时候呢 他们都会问你说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那这个问题呢 可以体现出 你对公司跟岗位的兴趣 也可以通过这个问题 去体现你的某些特质 比如说 你是个特别热爱学习的人 你可以问说 咱们公司都有哪些培训啊 对吧 咱们公司目前发展当中 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呀 千万不要问什么 薪酬福利加班 是否双修等等 这些可以在你确定入职的时候 再问 知道吧 所以在面试环节 为了增加你拿的offer的数量 不要去问薪酬福利加班 是否双修等 以上呢 就是我们说的一些 在面试过程当中的问题 还有一种面试 我要特别讲一下 叫压力面试 为什么要单独来讲这个面试呢 因为我当年就遇到过 还是挺常见的 可能有些同学 在面试过程当中 会遇到很严厉的 和不友善的面试官 不要怀疑 你就是被压力面了 对吧 主要是为了测试 你的抗压能力 因为一般情况下 面试官 他是愿意跟你去好好沟通的 愿意去更多的了解你的 所以只要这个面试官 脑子没坏掉 一般情况下 不会就是提很多 不友善的问题 他既然提了 肯定是故意的 他就是想测试 你的抗压能力 在压力面的时候呢 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别慌 每个人遭遇压力面的时候 肯定都会觉得很糟心 对吧 但是有了压力面 不见得 你就拿不到offer 一般情况下 面试官提出的问题很呛 可能谁遇到这种问题 都没有办法平静 但只要你平静 你冷静 你就已经赢了一半了 保持淡定 不要动怒 最好是全程保持微笑 此外呢 你也可以去反问面试官 就是您觉得我的简历 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 或者说 您对我的面试 就看上去不是特别满意 请问一个优秀的面试 应该是怎么样的 然后就算是被人压力面了 对吧 你也可以去学到一些东西 即便你没有拿到offer 面试官对你也会刮目相看的 这是我们讲的压力面的问题 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的课程 第一 所有的面试问题 都可以归列为 能力态度跟合作问题 第二 三大类考察的问题 可以分为七个小类 包括自我认知 实践应用能力 通用思维和能力 职场行商 职场价值观 应聘动机 以及对企业的问题等 第三 遭遇到压力面要淡定 心态比答案更重要 以上就是今天的课程 希望对你有帮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